拥有百万订阅的YouTuber蔡雅嘎 昨天惊爆资深员工罗拉 涉及不法行为严重影响公司政策 在社群发布律师函表示已终止劳固关系 且不得使用公司名义进行任何活动 罗拉是任职十多年的元老级员工 可以经常感动她出现在蔡雅嘎的影片中 去年还有拍摄一集开箱罗拉家企划 只见她床底下满满的精品包包 彩力相当惊人 消息一处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人认为一定跟钱脱不了关系 蛮惊讶的毕竟是自身员工 还有人跳出来指控 因为这位小姐 我已经把蔡雅嘎一家列入拒绝往来很久了 能够把多个同一朋友都惹毛的真的不容易 既然换人了 看来是有机会可以重找合作了 蔡雅嘎强调团队成员及她本人事前完全不知情 目前也已经委托律师处理走私法程序 感谢各级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